呃 你在幹嘛 欸 其實我覺得這個還蠻方便的 我以後可以都這樣錄嗎 不是 蛤 在德國玻璃火熱開打的英雄聯盟全球機中邀請3AMSI 台灣職業電機隊伍閃電郎 打出了今天的好成績 不僅在如文在直落山擊敗的Gap Bay Esports 更在小組在開菜旗 就取得了六連勝的好成績 讓LMS的玩家精神一陣 也讓我們更加期待他們的表現 另外就讓玩家所津津樂道地 莫過一次RNG對象的閃電郎一戰 哈薩上場打殺四方擊敗了閃電郎 最後他們還是來了一個溫馨的抱抱 也讓大家覺得特別特別的 恩 家 那是你說的我沒說 另外今年8月亞洲運動會將在印尼亞加達登場 電競在本屆首次列為示範項目 官方也在11日正式宣布了6個電競比賽項目 除了電競周邊產品瘋狂熱賣不斷推陳出席以外 各遊戲的電競大賽也在世界各地持續舉辦中 今年電競比賽被列為是第18屆亞運的示範項目 並將成為2022年中國航中亞運的正式比賽項目 齊聚世界電競精英與一堂 帶給粉絲精彩絕倫的激烈震動 本週決定求生台港澳聯賽即將進入了第4週的賽事 而在上週賽程結束之後 原本領先的閃電郎嘗試使用不同的戰術去迎擊其他隊伍 只可惜沒有取得到太好的成績 因此積分落入第二 而香港的GDE則前進到了積分第一 而在第二天的比賽他們足足拿下了1955分 拉開了差距 閃電郎如果在本週想要重回第一名的寶座 可能需要再多贏兩戰場才有機會了 另外暴雪娛樂旗下MOBA遊戲暴雪鷹霸 將在本週五進行HGC地平線對決的最後決賽 就時來自台灣巡迴賽的積分冠軍LM 以及東南亞冠軍Resurgence 將要爭奪唯一一張前往斯德哥爾摩暴雪鷹霸 HGC全球季中賽的門票 也希望台灣隊伍能拿下勝利代表台灣出戰全世界 除了看我們的報導以外 我們現在的粉專也在進行集氣活動 大家別忘了爆想念要一下加油哦 以上是本週的電競朝新聞 我是超主播小菜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掰掰 我真的不能再用這個嗎